来 你这是干吗呢 去谢礼上课 你姐知道 去多久 这可说饱了 我可是村草 到时候小姐姐要是喜欢我呢 都到这个时候咱能别装了吗 就算你姐不说 我也知道她压力有多大 只要我一走这些问题 就迎人而解了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 但现在是唯一的办法了 拜托你了 舒逮 说的 行了 别送了 走吧 赵小宗 我警告你啊 一个人在外面给我注意点 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姐的事情 我饶不了你 来 来 来 思琪让你来的 别问我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负责开车把你送到长都车站 对了 这个是他让我给你的 那他说什么了吗 说了 说这是好事 你能出去上课 把咱们云川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这样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 我们必须支持你 还有呢 没了 没了 就这 就这 走吧 这就是我的家乡云川 我曾经无数次想要逃离的地方 在我最不想回来的时候 我回到了这里 却又在最不想离开的时候 与他告别 我回来了 难道 真的是我高呼了思琪对我的感情吗 我回来了 大家好 各位云朵们 豆粉们大家好 好 快看这里 你看豆包 他在这儿跟大家打招呼呢 他现在可是 我们村的小村罢了 尊敬的孙海天先生 豆包来云川已经一年了 我想 他一定很思念他的主人 你应该也很想他吧 我向您诚挚地发出邀请 希望您亲临云川 将豆包接走 我越想越不对劲 他们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把猫还给我 咱俩回去吧 你少废话 要不是看在豆包的份上 我才懒得送你 现在全网都在等着看你接猫 你要是不去 怎么跟网友交代 你是不知道 他们这帮山里人是很野蛮的 你不知道他们会做了什么事来 怕什么 怕别人把你打一顿 关键小黑屋 还是瓦克把你打 行了 行了 你别再说了 我看你才像野蛮人 实 实在不好意思啊 淡满了两位贵客 村民都准备好了 都在我家等着 村民 他们来干什么呀 到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空姐 我这突然人有点不舒服 要不你自个儿去吧 我先回车上休一休会儿 给我站住 车上能治病啊 车上我好像记得有药 我去 不舒服啊 我家里有药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村谁有个小毛小兵 都是我姐帮着看的 实在不行咱得去医院吧 这 太麻烦你了 爸 不麻烦 走吧 图男 我看到你的资料啊 你也是成本大学毕业的 是吗 那这么巧啊 咱俩是校友 那这是太巧了 顾总 别叫顾总 叫小峰就行了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很高兴 一会儿好好聊聊啊 顾姐 别忘了正事 咱是来接猫的 接了猫咱也得赶紧回去了呢 不是 你急什么 我这就是正事啊 人家图男可是云川团队的 艺术总监 走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特传 林居树 道理 你穿着跟到家一样 来了 这也太丰盛了 可以做的 来来来 尝尝我们这儿的野山椒 可带劲的 谢谢 够不着吧 谢谢 怎么样 可以啊 带劲 对啊 这吃了我们的饭 往后就是自己人了 海天 我看你跟云川这么有缘分 不如考虑一下 做我们的荣誉村民吧 荣誉村民 是这样的 豆包在云川的视频 得到了广大网友的认可 而且我们云川的村民 都很喜欢豆包 所以如果我们合作的话 相信对我们都有好处 你们真的愿意跟我合作 认为你合作 当然了 不然也不会特意 把您请到这儿来呀